政治焦点要来关心 央行总裁彭怀南传出昨天晚间 和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会面 引发外界联想 是不是外传的蔡蓬佩有谱了 蔡英文和彭怀南今天是口径一致 彭怀南强调两人是老同事 闲话家常是人之常情 而蔡英文则说彭怀南是自己请义的对象 外界不需要炒作副手议题 不过彭怀南也重申 央行总裁是他人生中公职的最后一份公职 央行总裁彭怀南12号夜法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消息一出难道是蔡蓬佩有谱了吗 蔡英文才确定代表民进党 角逐2012年总统大选 谁能当副手外界很关心 不过形势低调的彭怀南 以新闻稿表示 两人会面是闲话家常 加上是昔日同事 逃内国内外经济状况是人之常情 外界不要做过多联想 说得很低调 蔡英文倒也口径一致 强调彭怀南是情义的对象 而且情义的人选不限党内人士 不必炒作副手议题 造成对他的困扰 我是觉得是蛮抱歉的 那我也希望各界不要炒作 这个副手的议题 对当事人都是不好的 财经出身的彭怀南不止声望高 财经专业的形象 部分蓝绿都抢着药 也好几次被点名 是适合的副手人选 只是彭怀南对外总是不成松口 甚至也说过 央行总裁是他人生 最后一份公职 除了彭怀南 雅多立志总裁严长寿 也曾被点名当副手 但当事人已经声明拒绝 蔡英文曾表示 入下将展开选战布局 如今副手还没就位 就先爆出蔡蓬密会 也格外耐人寻味 记者综合报道